比范冰冰还漂亮她却整容成这么惨。 颜值层不输范冰冰,却爱上整容,网友筹钱给她修复容貌。 娱乐圈有很多明星都整过容,一些普通人也会去选择整容,虽然有很多的整容失败,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们整容的脚步,依然还是有很多人围了美去冒险,但是整容的后遗症还是非常的多的。 韩国是整容大国,可以说韩国的整容数在全球算是数一数二的,而且韩国的明星基本都整容。 在韩国,有一位女艺人她曾经是一位大美女,小编觉得她长得像王祖贤,五官标志,美过范冰冰,这么美丽的一张脸却因为整容而被毁掉了。 私自注射时用牛纸全脸被毁,如今无人敢直视。 这个韩国艺人名叫韩苗可,她是名韩国人,生于1961年。 自从28岁那年接受了第一次整容手术后,从此就患上了整容上癮症,她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脸部整容手术。 最终的结果是她获得了一张因疼痛而扭曲,完全变了模样的脸。 由于整容次数实在太多,她的脸最后变得一场重胀和丑陋。 她有整容癮,当医生拒绝往她脸上注硅油的时候,她在家给自己脸注射了食用油,导致变成这样。 她的整容故事引起了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,有些综艺节目尽多次邀请她参加,有很多观众都不敢看她,但是见到她之后有感到难过,引起很多人同情,甚至很多网友给她筹钱,让她继续整容恢复到之前的模样。 颜值层部舒泛冰冰,却爱上整容,网友筹钱给她修复容貌。 做恢复整容的时候,医生在她的脸里移出六十多颗的杂质,她的脖子里移出两百颗杂质,经历过之后的几次整容,她的脸开始慢慢变小了,但是之前的失败整容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许多疤痕, 十分丑陋。 为了继续整容,韩苗可甚至和自己家人断绝关系,心理医生说韩苗可得了一种心理病,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丑,要一直整容才行。 颜值层部舒泛冰冰,却爱上整容,网友筹钱给她修复容貌。 整容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美丽,但是没想到韩苗可爱上了整容却毁掉了自己。 在整容前韩苗可可以说是一位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,小编一直觉得韩苗可整容前长得很像王祖贤,但是她始终没有跨过自己心里的那一关,最后却是自己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 小编为她感到深深的痛心,多么好看的一位大美女,为了整容。 或许这真的是一种心理疾病,如果她的家人能够即使发现治疗好,或许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,整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 但是,矿泻韩苗可持续整容,可能花掉很多积蓄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